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堂堂的国安会的秘书长 你不觉得他也难得接受媒体的采访 那你听他的讲法就是一个赞叹美国 那个在歌颂美国 就觉得美国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所以也就是说难怪民进党就一直在操弄所谓的以美论 你不能够怀疑美国 你不但不能够怀疑美国 你还要追随美国 美国人让你做什么 你都是对的 而且你都要做 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下面 就是包含我们这个从明年开始 我们的兵役要延长 那本来四个月现在要延长一年 谁要求的呢 美国人要求的啊 那还有包含要修这个全民防卫动员法 这个动员呢 不只是动员到这个所有的成年的男子 还包含16岁的学生 也要被动员到 你可能还要去去做什么那个伤兵医院啊 什么还有什么做交通兵等等 通讯兵等等啊 那这谁要求的呢 那这谁要求的呢 美国人要求的 还有我们这么美丽的海岸 要布雷 布地雷 那这谁要求的呢 美国人要求的 我们没有一个 不敢说一个no字 所有要全盘接受 就是因为我们赞叹美国 歌颂美国 然后美国做的全部都是对的 但是我刚才讲的那几件事情 请问一下 对我们台湾的人民 哪一个是有利的呢 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的青年 哪一个是有利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直希望说 和平未到最后关头 绝不放弃和平 大家也讲说 和平没有输家 战争没有赢家 然后每次我们的这些执政党 也告诉你啊 我们呢 是还是要和平 比如说这个赖清德 也说要和平保台 可是和平要怎么做 如何做 如果你今天完全是 追随美国人现在的布局 对不起 那个真的是要走向战争的边缘 所以邱国正也讲了很多次 他就说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台湾没有后方 不要再想什么 有前方后方 他说会很惨 对 而且他说这个真的不像是 你在这个手机上 电脑上 打这些所谓的游戏 哎呀 反正死完了 reset了一遍 就是重新再玩一次游戏 就没有从来的机会 那但是这些的重要的事情 说实在 整个蔡政府里面 也只有邱国正会传达 这样的一个残酷 现实的一个讯息 可是你像那个 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会讲吗 他甚至呢 还提到 待会我们会提到 有关大选的部分 对 他甚至说呢 北京呢 会希望亲中政权的人 能够当选总统 哎 我想请问一下 顾立雄 你到底是国安会秘书长 还是民进党秘书长 你这种讲法 不就是代表民进党 来传达这样的 丢红帽子的讯息吗 所以说实在啦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 蔡政府的上上下下 我个人对邱国正 还算存有一些希望 我觉得他可能军人出身 知道战争的恐惧 知道战争的残酷 其他的人只会做大外宣 大内宣 而且把未来台湾可能会进入战争的 这样子的一个残酷的这个局面 他们根本不以为意 然后呢 完全的配合美国人 甘为棋子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其实以我们来看 都是四位素餐 我们纳粹人养这些官员 到底要干什么呢 好 为了要强化台湾的强韧的防卫性 美国真的花了好大的功夫啊 美国到底花了什么样的功夫呢 强哥 而现在民进党政府在花功夫干嘛呢 是要热忱的欢迎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一定要来台湾吗 因为连顾力熊还心心念念着说 如果麦卡锡要访台 我们欢迎啊 因为我们认为红线不该由中国来化 是怎样 现在是押保共和党政府吗 其实民进党押保共和党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大选他们也押保川普 然后就发现还蛮丢脸的 甚至民进党政府发现压错保 民进党支持者都还无法转弯 大家有没有记得 我穿威武喊完以后发现 不是川普啊 就会发现我们民进党支持者 崩溃崩溃了两个月 就说美国选举都选完了 大家可能印象 他记忆犹新啊 说真的我觉得民进党很多的做法都不符合外交常态啦 你现在的执政是民主党 你怎么会一直在押保川普 你发现他押保川普押保到你相声蔡英文去美国就付出代价啦 美国的所谓的行政部门是全面的所谓的冷处理蔡英文的访问 那只有他唯一的亮点还是麦卡锡 就一个亮点麦卡锡又是共和党 不死心耶就非要他来不敢 那我不知道蔡英文跟民进党是得了什么内线消息 知道说反正看起来这么瞧不起拜登或者民主党 民主党明年是2024年是输定了 那当然我没有民进党这么厉害嘛 就是我们的顾力雄威武 已经预言了民进党那个民主党会失败 那这个我没办法 可是我要回头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就像宏威还有帅将军讲 其实顾力雄一直强调是什么 一直强调塑造一种所谓的 美国不假名但不排除介入的战略模糊 我跟你讲这战略模糊早就不存在了 现在很清楚啊 美国当然会介入 但是介入程度就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介入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前两天不是那个全球火力 公布那个火力排行榜吗 台湾也不错啊 145国列到第23名 23名算不错啊 那根据所谓的民进党假想敌的那个中国大陆 第三名嘛 3打23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告诉大家产生结果很简单 你看2打15产生什么结果 你知道3打23产生什么结果 第二名是俄罗斯啊 第15名是乌克兰啊 对不对 这两个2打15打成什么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3打23会是什么样子 2打15打成什么样子 打成城镇战啊 打成焦土战啊 打成壕沟战啊 打成所谓的年轻人上去四个小时就阵亡的血战啊 那我不敢不要讲乌克兰的状况 你看民进党现在做的所有东西 他其实也在配合美国的城镇战作为 你知道 你火力排行 你跟我讲空军陆军海军如何如何 人家乌克兰的陆军空军不强吗 15名不强吗 对不对 俄罗斯空军陆军不强 当然因为他们的海军交战 只是在那个比较小的一个范围 但主要打陆军空军嘛 不强吗 可是到最后 也没跟你在拼海 什么空军的 跟你拼海冠战 你就那么先进的二个 第二名跟第15名都在拼海冠战了 那你到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你也发现美国的战略思维 你看美国很多的政客也是被民进党鼓励的啊 为什么美国那么多政客主张要发枪 发AK-47 台湾人人有枪拿各个上战场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脚本里面又很清楚的知道 真的两岸如果开战 绝对就是一定要逼你台湾走到城镇战 跟焦土战 你才能够让台湾发挥跟乌克兰一样的作用啊 乌克兰就是打进了城镇战焦土战 人民就上战场当肉盾以后 你今天俄罗斯就被牵制了 就使托住他 对使托住他 俄罗斯国力被消耗啊 所以就去除了俄罗斯对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 我说这你不能怪美国啊 我跟你讲国际外交只有两个字可以讲 我就是现实 每个国际外交都讲的是国家利益至上 所以美国追求自己国家利益至上 你就去想你是美国的领导人 你会心里想什么 你要维持自己的霸权只有两个方式嘛 我不断的进步 但是现在美国的进步力量 坦白讲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外一个就是 让第二名第三名就是不要太快啊 对不对 所以要想办法绊住中国大陆 对啊 让他遏制他的发展 那我只讲一个最后的结论嘛 你乌克兰打到潮沟战 巷战城镇战了 美国有出兵吗 没有啊 你到现在为止还不准 那个乌克兰打到俄罗斯本土 乌克兰听说 好像有说 有一部分的人打到俄罗斯本土之后 美国也要澄清 里面武器跟美国没关系 是 所以帅将军 所以呢 你刚刚才讲 这个顾力总讲的话 什么扯淡 为什么 不是扯淡吗 你懂不懂美军的实力 跟你至少是个政治人物 你要懂得美军 有没有参与作战的意愿 这个政治人物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在这上面 你不下功夫 真正懂得战争的问题的顾问 应该是邱国正 邱国正知道自己的实力 也知道对方的实力 来评估 还有你美国介入的程度 说这个仗打下去很惨 那你这个顾力雄不听这个 你蔡英文也放任这种人出来 胡说八道 对不对 你不能怀疑美国 我们不怀疑好了 那我们能够求得安全吗 照你顾力雄跟美国人配合的做法 就是每个老不信都要去当游击队 他有啊 我们要发展小型致命的机动性武器 还有无人机国家 对这能够有什么用 如果说小型武器可以决定一个大战的战果的话 全世界还要买飞机干嘛 买坦克干嘛 买导弹干嘛 人人一把枪栽上两个无人机 就扭转战局了 就赢了吗 那不是笑话吗 你看各国的军备往哪里发展 对你说好 如果乌克兰前面有一段时间 因为他打法不一样 用天灵盖的打法 就是说以前躺的车 前面装甲后 顶盖很薄 你顶盖后了 那个坦克兵都不要出来了 扛不动嘛 结果他从顶盖 跟旁边那个马达那个内燃机的排气孔 那个地方装甲很薄 所以一打一发一中 但是这不代表战争就胜利了 因为前面还有空军 还有地面部队 还有海军 战争不是单一个五项取决胜负的 好 你今天 你顾力熊不懂就不要扯 那个陈建仁 你也不懂也不要扯 可是蔡英文有个问题 这种国家生死为王的问题的 应该是听邱国正的 而不是听这两个人的 这两个人也不应该在媒体放话 来麻痹台湾老婆去 好 等到我们真正一人拿一把枪 上了战场 你看看乌克兰现在是什么结果 如果说 轻武器有用的话 为什么美国跟欧洲又送大炮 又送坦克又送飞机 对啊 何必呢 那你说得通吗 如果说照美国的行为 前面就是让你轻兵器拖拖拖 你能死多少 换死多少俄国部队 到你快撑不住的时候 飞机大炮就来了 那台湾为什么要等到 我撑不住的时候 你飞机大炮来 你来不来得了 来得了吗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对 你不是把台湾当送死的吗 是 你把台湾当送死的 至少有个明白人 知道我要不要这样做呢 结果你这些人 不但不当明白人 还要逼得我们当糊涂 我们去接受这个观念 这是说谎吧 说谎吧 而且这个说谎 还说的不漂亮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